嗯 你清吧 没事 这很坏啊 哎 韩兴 韩兴 这么晚还加班啊 活没干完怎么回家 韩兴 你注意身体啊 你俩要注意身体啊 好了 别干了 明天再干吧 没事 我这身体必须 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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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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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韩兴 韩兴 本宫都脱了 你还在磨蹭什么呀 我 做蠢梦了 你到底在磨蹭什么呢 这儿本宫等到什么时候呀 既然是做梦 那我可要为所欲为了 别急 鸽哥来了 嘿嘿嘿 行了吗 什么醒了 这才刚开始 哈哈哈 行了吗 什么行了刚才刚开始了 你是假太监 当然了 这么疼 那这不是吗 我这是卓越成太监了 你这个没有精神的假太监 奸敢替皇上不捡本宫 你可这本宫的舅舅是谁 他是当朝的太师赵建德 必定将你五马分尸 猪连九族 惹上这么个刁蛮的主 恐怕凶多吉少啊 老子还不想死啊老天爷 对 鞋吃它跑出去 你 既然你非要我死 那我也不能让你好过 就要胡来 你若敢弄我一根寒毛 你也就想活着走出这里 我 不杀你 是要睡你 我一个太监 连死前能睡了贵妃 怎么着都值啊 为我用过 你觉得皇上还会要你吗 你以为皇家的尊严是干什么吃的啊 敢 刚刚就差那么一下 现在本文既是你 来吧 你别 不来 我要睡你 你 来吧 你别 不来 本宫答应你 本宫保证绝对不说出去 你想要什么 本宫就给你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皇上 皇上 您看不出来吗 韩宗问他 还是摩天姐 考你个小孩子 朕叫你来教导丽妃如何士气 你竟敢趁此机会 请保语他 不 请问皇上 奴才刚刚只是替您目解丽妃娘娘 娘娘不肯去掉遮掩 奴才被逼无奈才动手的 请皇上明见哪 皇上明见 正看你是不想活了 虽然你静了身 但丽妃毕竟是女人 怎么可能不害羞 奴才知错了 皇上教训的是 丽妃 她不懂规矩 难道您也不懂吗 狗话 你就是在问死太监开吐 算了 真今日的兴致 都被你们弄没了 丽妃 你今夜不必事情 糟糕 不是情怀 怎么假怀龙胎 尚未帮助舅舅 不过这个狗龙才 还本宫七花落空 皇上 皇上哪日再有兴致 臣妾也好提前做些准备 奴才多谢娘娘 韩大总管不愧是大内第一人 连皇上都想着 奴才哪比得过娘娘啊 娘娘这一门心思的想爬上龙床 到时候我还是直接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这个狗龙才 竟然敢嘲讽本宫 你可不怕本宫揭发你是假看见 哎呀娘娘要是想揭发我 刚才皇上在的时候就开口了 不过 这身宫之主 奴才还真是不敢救待呀 韩总管你可知 派遣肉敢私自出宫 已经发现凌迟几死 这就不必让娘娘替我操心了 哎呀 届时天高皇帝远 又有谁能杀得了我 韩总管还真有男子气感 韩大总管 只要你愿意为本宫办件事 事成之后 本宫不仅会赐你数不尽的金银珠宝 还会帮你出宫 不知道 娘娘想要我做什么 此事说来也不难 只是要韩大总管 在秦政殿找到钓兵虎 到时本宫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娘娘 偷兵服 这可是死罪啊 不敢 本宫一旦揭发你是假太监 你这个男宠 皇上也保不了你 男宠 怪不得皇帝放着这么大一个美人不顺 原来他是弯的 老子可是钢铁直男 不行 必须要想办法逃离出皇宫 好 我答应你 这么热的天 还得过这聊十字 以上行还难受 我答应你 李四爷用假太监的身份威胁我帮他偷皇上的兵符 想来这兵符一到他手里 我也便失去了利用价值 李四爷不用了 卧槽 皇上竟然是个女人 怪不得放着丽妃那个角色美人不顺 原来是跟我一样 该有的没有 不该有的有的 谁 谁在后面 陛下 是我 小孩子 此地为第一种地 绝不可掉以轻心 是 奴才一定小心再小心 为了朕 往日你落了个蜡手摧花的恶名 今日又得罪了洛丽 子女刁蛮成性 定会给太师告状 这赵太师郎自野心 他们必定有借题发挥寻衅滋势 朕不能再人了 小孩子 你是先帝留给朕最忠实的护物 也是朕身边武功最高强的人 你愿意为了朕 击杀那个老贼吗 这死太家会功夫吗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难道是因为 我只占据了他的肉身 发挥不出功力 杀太师 我连老贼的面都没见过 也不知道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怎么杀呀 难道 你也不想帮朕 皇上都说我是大内第一高手了 我想那么多干嘛 皇家 也知道我是贾太家 都不如趁此机会 缠除这个后患 皇上放心 奴才 一定替您杀了那个老贼 好 若你真能替朕杀了那老贼 朕定然倾其所有 赏赐韩东官 替皇上办事乃是天经地义 奴才 不要什么赏赐 只要把你赏赐给我 老子就很满意了 好了 替朕铺床吧 诺 这皇帝怎么还不来林姓舞呢 我曾 女皇帝比平时玩的竟然这么野 韩总管 你可是喜欢这本书 喜欢 皇上 我 皇上 既然你喜欢 那朕便赏你了 既然你与丽妃一世未曾尽兴兴 朕就赏赐绝色美女为你解忧 你放心 以后你与宫女对食 朕允了 怪不得刚才有反应又停下 原来是把我当成真大海贱了 韩总管 皇上恩赐的美女 以沐浴更衣 在卧房静候呢 老子上辈子到死都是跟处男穿越过来又面临这么多的危机 今万一 就会真男人好好发泄一番 嗯 下去 诺 韩总管 皇上恩赐的美女 以沐浴更衣 在卧房静候呢 新哥哥 嗯 你没事 不是 怎么会这样 哎呀 皇上送了我这个宝贝 我用尽了我全部的宫里 身体恢复而出了 真的 这有这么大奇修 若是这一书真的对你有帮助 以后 我可以天天和你一样 诶 那咱们再练一会吧 啊 韩总管 卯时已到 应该去陪皇上早朝了 知道了 护皇上早朝 百官必见 乌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请朝以起来生 启 启禀吴皇 启禀太师 今年 应天境内 大汗无语 百姓们颗粒无收 现在都在吃 树皮草根了 那就做个好日子 请皇上去天坛 为应天祈福 你提福 请把人命当儿戏 百姓快要饿死了 你让女皇帝去祈个福就完了 太师 一些恶极的流民 已经出到县阳 撕开福库了 死的刁民 狄克派人 这刁民给我绞杀了 真怎么该死的 不准家父 不许发兵 不得家父 不得绞您 不得家父 不得绞您 皇上何意呀 这 皇上的意思是 不准 应天府的百姓遭遇天灾 太师你不紧不救 还要狡杀他们 这不是官逼民反吗 烟祸 有什么 你个老匹夫 又懂些什么 国家的福库存粮 本就是百姓的救济粮 一部分青红皂白 就要派兵狡杀 我看你 故意想害皇上 失信于民 逼着百姓去皇朝起义 当第二个陈胜无果 推翻这个国家 你个烟人 你敢当场辱骂老夫 来人 剁成肉酱 扔错就为狗 这仙贼还敢杀老子 看老子不嫌宰了你 这仙贼还敢杀老子 看老子不嫌杀了你 这仙贼还敢杀老子 你不是大内局高手吗 怎么这么弱啊 烟火就是烟火 还以为你能掀起什么风了 这仙贼那第一高手 他也是吹出来的吧 口骨子 竟敢跟老夫叫嚣 给我宰了他 来人 护驾 皇上 护驾 这皇宫内外 都是我的人 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不守灵 我看你还怎么护着这个烟火 我杀了 皇宫内外 都是我的人 看你怎么护着这个烟火 嗯 给我杀了 我看谁敢 杀了 朕今日在此 要杀他 先杀了朕 嗯 ? 女人 决定 过两杯啊 终于是有点长安息了 我说你们两个废物愣着干什么 要是真摔出个三长两短 我把你俩全买了 齐佳琴争电 诺 你不是大内第一高手吗 今日怎么了 皇上是赵建德 他之前在您的菜里下毒 奴才替您试吃以后 一直功力丧失 下毒 他竟如此大胆 既然你功力都还没有恢复 今日怎么敢在朝堂之上 与他正面冲动 因为我担心你 不想看你被人欺负 以后不许你这样了 你有所不知 在朕出生之前 曾有四个皇子被人惨害 轮到朕出生时 先皇便以朕与他八字不合为由 秘密送朕出宫暗中培养 直到驾崩才将朕接回来 朕匆匆继位 母妃又英年早逝 身边早就没有了提己之人 朕如今 能信任的只有你一人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冒险了 这丫头今日在朝堂之上拼命护我 现在又跟我这样推行之福 哪个不长眼的 敢踹老子的门 奉丽妃娘娘一旨 招您去一乐宫 糟糕 光想着女皇帝忘了还有丽妃这个娘们了 奴才拜见丽妃娘娘 本宫可当不得韩总管一败 不然保不齐 什么时候本宫就被韩总管一刀杀了 娘娘这是哪儿的话呀 小的哪里敢呢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你要敢在朝堂之上杀本宫旧父 我今天不宰了你 娘娘莫要激动莫要激动莫要激动 那得听我解释啊 我倒要听听你这狗嘴里能吐出什么响呀 娘娘 之所以会这么做呢 都是为了您啊 你这狗东西又想轻薄本宫 本宫今天一定要宰了你 娘娘 奴才这一颗心可都是为了您啊 您不仅不念我的好 还张口闭口就要杀了我 既然这样 我还对你忠心干嘛 你都要杀本宫旧父了 我爱忠心 娘娘 我那是在作息 昨天我冒险把秦政殿翻了个遍 都没有找到兵符 不得已才想出此招 好获取小皇帝信任的酷肉计啊 娘娘 你也不想想 以我大内第一高手的功夫 又岂是那几个杂碎能一招制服的 那以你之间 我倒是错怪你了 就是错怪我了 你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已经获得了皇上的信任 随后只要再努努力 那兵符还不就是守到前来吗 而且你再想想 即便我真的杀了赵太师 对你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赵太师现在已有废地之心 他若是再得了兵符 又岂会没有自立之志 你个狗奴才 是在挑拨本宫与旧父的关系 我没有 这皇权向来只能由一人掌控 岂有与他人分权的道理 可在这无情帝王家 亲父子还能自相残杀 更别听你的外甥 娘娘只需将太师的动作 告知奴才与皇上 在到诛灭太师以后 娘娘 你便是第一孤子 本宫凭什么心 娘娘手里还有奴才的秘密 奴才岂敢欺骗娘娘 反倒是娘娘你 奴才该如何相信 韩总管 你连猪儿都不信呢 哎呀 那要看娘娘 能付出什么了 不 不可胡来 要是被人发现 我们两个就都死定了 我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的 你放心 我保证不破你的腕臂 好好地陪我一次 当成保守命运的旗遇 好吗 你真的 不会回我完 我保证 抱我上床 我 竹儿 我的忠心你也看到了 赶快给太师传个信 让他别再派人杀我了 这还有你说 不过 你一定要快点把兵符偷出来 有了虎符 我才能稳住旧夫 哎呀 说不定还没等找到虎符 我俩就阴阳相隔了 你说什么 你舅父 之前在皇上的饭菜里下过毒 而我 就是专门负责使吃之人 你说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舅父才不会做下毒那么蠢的事情 你也不想想 若是皇上死了 我舅父不就是第一嫌疑人 他才不会做这种蠢事 那 那会是谁下的毒啊 不管是谁下的 本宫自会找出来 等我找到了他 便把他交给你 谢谢娘娘 娘不好了 长公母带这一大方人来了 奴才拜见丽妃娘娘 今日对你只是叫醒 下次你若再敢对太师无礼 本宫定然将你碎尸万段 奴才再也不敢了 多谢娘娘复杀之恩 还不快给手工滚出去 多谢娘娘此恩 奴才今后定然尽心尽力伺候娘娘 韩总管 来 奴才看您有没有受伤 韩总管 韩总管 这丽妃娘娘素来刁蛮 她没有围来您吧 这么担心我 难道这是四太监的心腹 小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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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总管 对你如何啊 韩总管 您对小的就如同再生父母 要不是您救了我三次 小的指不定啊 就被那乱丧岗的狗给叼了去了 我没事 倒是你 我有大事要托付于你 可是 杀了丽妃 我有大事要托付于你 可是 杀了丽妃 韩总管 您下令吧 小的弄死他就自杀 绝不透露总管半个字 小肠子 你是我这宫里最信任的人 我怎么舍得让你去送死呢 我呀 是想知道 在这宫中 对咱们忠心之人 到底有多少 回韩总管 这两位 自打进宫以来 是我一直带着的 还有小春的那十来个 也没问题 好 叫上他们 跟我去御膳房 诺 韩星那个瞎了眼的贱货 还敢在朝堂刺杀太师 哼 也不看看 自己有几个脑袋可以砍 就是 也不看看那个烟祸 是什么身份 等小孩子被砍了脑袋 咱家做了大内总管 赏你们一人一个大太监 一个贱人 自好咱家还敢走神 来人 发光他的衣服 先抽他一百遍 你个贱人 自好咱家还敢走神 你可是 又想韩星那个畜生了 诺家姐去昨夜为您搭讪文 一夜为策河烟 没人说 反了你 还敢顶嘴 让他给我倒吊在外面树上 狠狠的打 大总管 大总管 求求您饶了我们 我以后一定跟你当牛做满 再也不敢了 让你伺候 咱家会嫌你阿子 快走 走 大总管 住手 好 好你个狗奴才 竟敢管本总管的事 吴总管您好大的官威啊 竟敢呵斥本总管的人 呦 原来 是韩总管 不敢了 住手 居然敢不听本总管的命令 罗大上 他居然敢不听本总管的命令 罗大上 小肠子 那帮狗奴才 谁要是敢还手 就立马乱棍打死 还行 你都死到离头了 还敢这么嚣张 你不知道 我是赵太师的人吗 哎呀 老子打的就是赵太师的人 你他娘的敢打我 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打我 我打他还需要灵吗 接着打 哎呀 你想明白什么原因 打 爷 韩爷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我哪错了 我不该盼着你出事 不该偷御山放的肉出去卖 不对 我不该从后面的暗道 偷带缓公的东西出去 暗道 居然还有暗道 还有多远啊 哎 就到了 就到了 韩爷 这井底下就是密道入口 还有谁知道这条密道 哎 没有了 只有奴才一个人 吴总管 我今天来是为了调查 昨晚御山行下毒一事 你现在如实招来 我可以让你不死 爷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你再就是狗胆包贴 也不敢 没事 哎 哎 我真不敢呢 那昨晚的烤鸡肉 是谁做的 都经过了哪些人的手啊 从开始到端上去 有七八个人呢 有张三 还有李四 送你送我上路 哎 韩总管 韩总管 郭总管 我来送你上路 你不能杀我呀 国权这个人共能 哎呀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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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用他的死在御山坊里 为更要把夏冬的石器 韩总管你就是我 从此刻起御山坊 交由常公公总管 若有违抗者和偷奸耍华者 乱棍打死 知道吗 诺 不好了 韩总管 胡宣自知 罪孽深重 害怕责罚 畏罪上吊了 什么 便宜这个狗奴才了 把他拉出去 乱丧搞喂狗 诺 糍粿 走走走走 adoadoad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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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新哥哥 我有事要找你 新哥哥 上次 ttt 是嗎 皇上 皇上 您听我解释 皇上 皇上 你听我解释 为什么看到她与别的女子亲密 我会感觉有些难受 皇上 皇上 你听我说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皇上 那姑娘以身相许 我只是替她整理一山 怎么了 皇上 这小妮子 该不会上来月室了吧 皇上可是龙虎有妖 你帮着传太医吧 不用 奴才艺人 竟然将皇上您服侍的叔叔 朕听说你把胡权杀了 现在御膳房是丽妃在管 你胆子也太大了 皇上 奴才杀胡权是因为他当众叫嚣 他是太师的人 奴才实在是气不过 一时失手把他给杀了 至于丽妃嘛 是奴才威胁他 说他如果不将御膳房交出来 就把下毒的事情说成是他干的 他气急败坏 只得将御膳房交给奴才了 不过 他找人狠狠抽了奴才 一个时辰的棍子 皇上 皇上 为了你 奴才的屁股都要被打烂了 你要不要看看 好了 朕不看也知道你受苦了 可如此一来 你现在得罪两个人 咱们现在势力还单捕 恐怕以后 没事 朕想起来了 荆棘大将军 穆婉宁之父 可以帮咱们 启禀皇上 德妃娘娘有请韩总管 新月姑娘 德妃娘娘找我到底有何事啊 韩总管为了救新月杀了胡全 娘娘知道了 特意让我请韩总管到冷宫 想要当面道谢 这德妃因新婚之夜 未成皇人觉得羞辱难当 自己情之道不过 向来性格十分高 我得好好见识 见识这个冰山美人 好 我就到了 走吧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黛 无颜色 韩总管请坐吧 我自小和新月一同长大 韩总管此番相救 晚宁实在万分感激 娘娘不必客气 虽说我是个太监 但也只是做了一个男人 该做之事 你们两个女子 想来这处境要比我补主多了 韩总管说得对 您有所不知 这后宫的狗奴才 一直羞辱越待我家小姐 更过分的是 秦月 到底怎么回事 那默默实在该死 会让我们一副八却 百般来 狗奴才 竟敢侵辱当朝贵妃 看我不宰了她 还有 秦月 莫要再给韩总管添乱 你先退下吧 为了娘娘奴才不怕惹麻烦 我看娘娘品性高级 奴才斗胆说一句 我们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 韩总管出口皆是天成之举 敢问总管为何入宫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选 为情 韩总管可否给婉宁讲讲 这高冷女神总算上高楼 她是我的青梅竹马 后来被选入宫中当绣女 我为她生死相守 便回到子宫 进宫当了太家 她是谁 可还在宫中 她入宫后不久 就因为与其他宫女格格不入 被欺负死了 谢娘娘 先生不仅才华绝代 还痴心制成 我宁愿与先生结为知己 还望先生不弃 这就叫先生了 那离老公还远吗 韩总管 皇上急召您回去 皇上 什么事你这么着急 没事 朕就是饿了 你不在 没人替朕试菜 皇上 我刚把德妃骗得与我结为知己 更进一步 你就 那 那今晚可 人家可是贵妃 你以为是个普通宫女 我能直接上吗 朕不管 无论您有什么办法 这一两天就得拿下德妃 拉罗牧将军 皇上 难道你不吃醋吗 朕是修道之人 不碰女色 皇上 我问的是 我与他们亲近 就像这样 还有这样 皇上 启禀皇上 丽妃娘娘求见 他来干什么 好像要来士气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诺 你没有说服他吗 他怎么还想着士气 那日他明明很是享受 难道是我没有满足他 皇上 奴才虽然没敢虐待他 但也狠狠折磨了他一番 罢了 骆朱儿几次三番想要士气 无非就是想假怀龙胎 然后杀了朕 扶持野种风机 之后再以太后的身份 垂帘听证 骆朱儿与老贼狼子野心 竟不得迫不及待 小汉子 你要给朕想办法 没想到这丽妃心思 竟如此深感 原来一直是在利用我 皇上 要不这样 参见皇上 爱妃请起 臣妾看皇上日理万机 特意为皇上 亲手煮了一碗百合粥 赶紧送来 给皇上尝尝 爱妃辛苦了 为了皇上 臣妾做什么都不觉得辛苦 倒是皇上 点都不想住啊 一直也不让人传臣妾事情 娘娘 您怕是误会皇上了 本宫与皇上说些提己话 一个狗奴才插什么嘴 莫不是活腻了 不是你颤着身子 求老子轻点的时候了 朱儿 韩总管是朕的贴身侍卫 不可无礼 朕今日有要是要与韩总管商议 朱儿先回吧 上次我没能事情成功 这次岂是你书然往走就走的 况且我在周里下了吹梦 今晚一定要换上棱台 皇上 臣妾只是跟韩总管开个玩笑 越深了 皇上是不是该就请 朱儿 朕有要事要与韩总管商议 你先回吧 有什么事不得明天再说吗 当然是要商量 怎么铲除您那奸贼旧父 照太师之事啊 韩大总管说的哪里话 本宫旧父一心为了我大亲和皇上 怎么就成了奸贼呢 韩总管 你别再吓朱儿了 朕相信朱儿是一个民事里的好妃子 臣妾当然是跟皇上一条心的 皇上来尝尝臣妾 喂云青手熬的粥吧 韩总管 还不快替朕试菜 皇上 您连朱儿都信不过吗 娘娘 那朱儿替皇上试 娘娘 宫中规矩不可违 还是要奴才来试吧 皇帝 居然还是不信你 皇上 您就尝一下嘛 好了 嗯 好吃 朱儿 正喝完了 您先回吧 皇上 臣妾看您每日这么累 朱儿 就给您舞上一曲解解乏 好 好 皇上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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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韩子 宽慰成宽衣男人 角色女帝 刁蛮贵妃 都是我的 好热 皇上 我来了 皇上 这棵奴子又要坏我好事 这么让皇上睡了 我不白下腰了 你这狗奴子 还不赶紧给本宫滚下去 皇上要我给他宽衣的 你还真以为皇上有端秀之气啊 皇上 珠儿来为你宽衣 算了 不能让洛珠儿发现皇上是女人 小韩子 你还在莫草上吗 我赶紧来伺候着 爹中爹 这下真别不得了 来呀 别 别被皇上发现取奖太监 我先给你们解读吧 皇上 该上朝了 有点伤 知道了 陛下昨夜龙体有样 过会儿的啊 李妃 你好大的胆子 我 陛下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赶紧上朝吧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这正在 一天正在 一千都没 启禀皇上 应天现已辱人间炼狱 百姓们为了有口吃的 已经都在义字而识 看朕旨意 即刻组织良民 朕在应天 怎么了 那些刁民已经开始造反 你不仅不用霹雳手段 而妇人之人 老夫平时教你的那些道理 忘了吗 若此先例一开 全大进的百姓都抗腹税 劫腹库 看你这首居 皇上 奴才常听您说 为君之要 当爱民如子 君为周 民为水 水能载周 亦能复周 应天之势 应即刻下令 放粮赈灾 若是以太师所言 把百姓逼得没活路 还是官逼民反 将朝廷置于威敬之中 陕兴 老夫与皇上 正在讨论治国之策 一个烟臣 驴刺掐嘴 当真以为 我打尽铁律 是摆设吗 太师 你们众臣来上朝 各个酣生如雷 昏睡如死 若要论罪的话 你们早就被砍头抄家了 你们是 该说话的不说话 我这个不该说的 虽然是要说了 汝尔传消息给我 说这小子上次闹事 是为了博取皇帝的信 难道这次也是作息 皇上 老夫不同意赈灾 请收回成命 太师 你这是在公然抗旨吗 太师 还不快领旨 别逼老夫 朕是当今天子 有什么不敢的 太师 您屡次三番在朝堂之上 对皇上横刀相向 难道是想逼宫不成 这下子到底在说什么话招 听他的意思是在提醒我 不要轻举妄动 你去让个皇口圈儿一次 皇上 老夫忠心 日月可见 何来 弑君之心呢 皇上 赵太师虽然言语不当 但正显其中心 皇上您不仅不该怪罪 还要奖赏太师 韩总管言之有理 太师为了国政而怒 值得奖励 皇上 您当命文武百官 以赵太师为楷模 各位爱卿 韩总管说的话 对也不对 皇上在问你们话呢 哑巴了 皇上 刘师郎 刘师郎 你即刻拨那八万两银子 给王勇 让他拿去赈灾 这 这八万两 可是为太师的金太公 准备的银子 杳云舟 太师怎么会不替朝廷着想 使不自己贪图享乐 莫不是 你想要栽赃太师是大奸贼 这小子葫芦里 到底卖什么药 刘师郎 想让老夫成为大奸臣吗 刘师郎 你想让老夫成为一个大奸臣吗 微臣不敢 不敢还不宽领旨 臣 谨遵皇上旨意 行 你立刻行闻天下 即刻拨八万两给王勇 让他拿去赈灾 飞城 小韩子 朕这次终于洋明土气一回 但如今我们要乘胜追击 你晚上去一趟丽妃那里 看她到底要不要投靠我们 记住 必要时刻可以采取非常手段 丽妃娘娘 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你这狗奴才 见到本宫不行你 还好 我可是奉皇上口语前来 慰问丽妃娘娘 娘娘那晚下春药想要事情 我为皇上不知道吗 娘娘那晚下春药想要事情 我为皇上不知道吗 那皇上的意思是 皇上本来要杀你 我拦住了 娘娘只要将太师的每一步计划 告知皇上 如此 娘娘 是三尺白铃 还是毒酒 好 我答应你 启离皇上 臣护部侍郎 刘云舟 由本起奏 这或是老贼的人 今日跳出来 肯定不会好意 奇怪 这老贼明明昨天已经上堂 怎么来成离出啊 说 启禀皇上 应天府发百里急报 说是那些刁民 已集合上万之众 随时可能冲到京师 攻破皇城 坏得皇上还想着拿钱给他们赠赠 皇上 如果您在妇人之人 恐怕整个大境都要亡了 卢尔到底传话没有 莫皇 他们不过是在虚张盛世 只要百姓看到盛世 就会安静等待救灾量了 现在正是你立美的时刻 一个个朝廷众臣 遇到点事就慌慌张张 何何剃头 以皇上之见 该如何解决呢 传朕昨日旨意 只要朕栽银两一道 百姓们自会安分回家 刘侍郎 银两可否拨给王勇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臣昨日散朝后 就等着王勇来提名字 但兵部侍郎张天正 先带着太师手谕 来调拨军心 臣只得一力 先拨给兵部 那就借着抗之不尊 一无诊载之事 反将他们一军 宰了姓刘的狗奴才 好大的胆子 那八万两银子 是朕专门用作赈灾用的 你竟敢私自挪用 韩总管 给朕斩了这个 抗许不尊的乱臣黑子 诺 韩总管莫急 容老夫和皇上 谈上几句 皇上 这八万两银子 五日前 你拨付给进军四大营 户部按照你的圣旨 拨付银两 有何不对啊 是我的疏忽 很多文件都没看 就该上了预期 太师您将这笔款项 用于军饷 就是想到了 是有轻重缓急 对吧 这小子果然是为我考虑 这小子果然是为我考虑 韩总管所言极是 皇上下令取消家父 这银子没了来处 老夫自然就停下了 永太宫的修建 将银子拨付给了 进军第四营 是啊皇上 所以想要赈灾 就要恢复家父 我们是在吃 等着 我们家父 朕绝不允许家父 皇上不家父 难道你能变出那八万两银子吗 即将法 我堂堂大进 三千里卧银 五百万黎民 岂是连几万两赈灾银子 都拿不出来的 户部侍郎就在这里 难道他在睁眼说瞎话吗 启禀皇上 户部仅余三百七十三两 两千三毫五 那全部拿出来 赈灾应天 皇上真是 何不识肉迷啊 你可知 应天灾明光粗粮 就要十万两 三百多两 赈灾 你以为 是小孩过家家呢 哦 那太师可有银子 先借朕一用 这可是你送我的好机会 老夫非逼着你 在应天赈灾这件事中 危言扫地 乖乖地 膳位给老夫 老夫每月 奉路只有十两 哪来这么多的银子 既然如此 那此事 就不老太师费心了 这是想把我提出局 不行 不能让他得逞 皇上 此事 关火大尽 设计安危 老夫 怎么能不操心 若是皇上 想不出办法 就先让 老夫着手 老夫尸功 朕知道 赈灾事关重大 但是朕能找到赢钱 黄口小儿 莫要吹牛 今日 我以娘舅 和恩师的身份 与皇上 读上一读 太师想要跟皇上读什么 读这天下 三日内 皇上 找不到银子 以后 朝堂之上 全由老夫做主 若是朕能找到银子 太师又当如何 皇上若真能找到银子 老夫立刻告老欢乡 永不踏入朝堂半步 好 众爱卿见证 朕应局 你让我计较老贼 可是有找到十万两银子 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你没有找到 就让我计较老贼 你可是把我害惨了 放心 有我在 绝不会让你有事的 他们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这下可好了 被老贼抓住把柄 肯定要被逼退位了 傻瓜 我是说现在没有 又没说三日后没有啊 你到底几个意思 说吧 要多少 什么时候要 十万两 后天就要 好 好 后天 就给你十万两 你 到底用什么办法 再过两日 你便知道了 皇上 现在该你满足我了 好 好 老子 瑶瑶 啄啄情话 先生又来取笑婉宁了 婉宁实在 大母起着赞云 娘娘 天生立志 一笑 青人城 再笑 青人国 当然担当得起 先生越说越离谱 都把婉宁说成祸国殃民的妖孽了 你们快别说了 先去吃饭吧 好了 瞧你那茶样 看见娘娘就把我给忘了 什么东西这么苦啊 拿水去 这是用吃香味做的唇汁啊 剩你这么紧 这下吃骨头了吧 吃香味 我找到赚银子的法子了 赚银子 你还需要赚银子 当然需要了 那个赵太师 把银子拿去买女人建宫殿 我需要赚银子为应天府赈灾 没想到 他还是个心怀天下百姓的人 那你是要卖花吗 不 我是要做口红 什么是口红 等我做出来 你们俩就知道了 皇上 怎么样 可是受负得非了 皇上 你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这大白天的 能干那档子事吗 那你笑什么 我承得了银子的办法了 真的 能来多少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告诉我吗 好不好 之后我一定告诉你 那现在呢 我需要勤政店一个绑瓶 还有别的配套的东西 我承认你 都给你 都拿去 得嘞 谢谢皇上 韩总管 这是什么事 心机就如此逼远 这个 糟了 怎么了 韩总管 之前只想到做口红和香水 忘了想怎么做强有力的宣传 况且这赈灾知识迫在眉睫 得赶紧想办法 现代有女明星引领潮流 这古代也有哪些女子适合 应该这样做 对呀 去青楼啊 韩总管 这太监本就不能出宫 更别提去青楼了 要是被人发现 混总管替皇上办事 谁敢多演 况且 这青楼女子最是风情妖娆 又是寻常女子 争相模仿的对象 只要把她们拿下 我这东西还愁卖吗 喜欢吗 送你了 韩总管 那奴才今晚 就安排品香阁顶级花魁 狐媚儿来配合你 想不到这狐媚儿竟如此角色 老子得把她拿下 千秋无角色 月墓是佳人 媚儿姑娘 果然是天人之姿 仙女下凡呢 韩公子高才 谬赞媚儿了 姑娘自是担得起这番赞誉的 听长公公说 公子前来是想 韩某今日前来 确实是想请姑娘帮个忙 这是何等神物 竟如此清香 这个是玫瑰鲜水 取自昆仑仙山 专为仙子所名 还有这个 这个是口红 女子涂上不仅味道甘甜 还能保持嘴唇湿涩 又能增添光彩 永不褪色 此等神物 韩公子从何而来 可否告知一二 不才 自小仰慕仙道 有一日 一位自称玫瑰仙子的 绝色美女 她月光而降 与我畅谈半夜 临别时赠予我这两项神物 现在姑娘也看到 这口红和香水的妙容 我今日前来 就是想请姑娘 帮我把这些东西 卖出去 长公公对我有过救命之恩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韩公子 还请告诉我 该如何配合你 那就有劳姑娘 做我的模特了 待会儿下去 你向其他的姑娘 介绍香水和口红的妙容 然后 往一个饥饿营销 让她玩去 想不到 她才花横溢 竟然还是商业奇才 等把这些东西卖完之后 我再给你开个公司 让你躺在银子上睡 好 田少爷 我将为你喝一杯 梅儿姐姐 你今日的妆容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漂亮 不满两位姐妹 我这是密法先制的口红 此口红不仅色泽艳丽 味道香甜 还不干唇 不裂肤 有效保持嘴唇湿润 呀 真的很弱很舒服 猜不掉 确实不褪色 甜的 田少爷 真的是甜的 是吗 那一会儿给本少爷尝尝 如此神物 你给我嘴一个 我就把这些口红 全部拿下 我全要了 马公子 如此神仙之物 岂能由你一人独享 魏伯美人一笑 我自是要全部拿下 魏伯美人 他出多少银两 我给五倍 二位少爷不必如此 子奶实在是寒恶 所以我们也只备了二十分 此刻品香阁正在举行花卉 到时候我们将会以抽签的形式 抽取二十位有缘人 这个办法好 马公子 快拿银子 我要逼一个抽 我不管 今晚你无论抽多少钱 都得要给我得一份 好不好吗 天公子 无意 十万两 韩公子这么轻易就赚到了十万两 今晚还要谢谢你了 这些都是你的酬劳 韩公子可把妹儿当成了 见谦眼开的寻常女子 听她这话 是对我有意思 哎呀 姑娘怎么能这样说呢 漫天花无树 高山流水情 人生一知己 足以未封之 韩某第一眼见到姑娘 就已把你当作知己 不敢写毒啊 今日得见公子 妹儿也是 韩总管 您在里面吗 你个长官 你个长官 怎么进化 你个好事 韩总管 皇上晚上没看见你 就让您赶紧回去 皇上 怎么了 你还知道回来 我在家中心急如焚 你倒在外逍遥自在 我听长官说 你今儿还去青楼 这个小炸子 咱们什么都往外耍 哎呀 皇上你听我解释吗 我 还想狡辩 是不是被青楼的狐狸精勾了魂 还怪证误了你好事 想不到的小名字 竟然知错了 哎 我一门心思想着去给你搞银子 你居然还误会我 我一个大内总管 我去青楼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啊 说清楚 怎么是为了我 我做出了口红和香水 我要去那里找花魁宣传销售 我一门心思在外赚银子 而你却认为我寻花问柳 哼 那 可从顺利卖出去了 当然了 十万两已然凑齐 这会儿长公公正拉着箱子往回赶呢 还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那你说的口红和香水又是何物 唉 这个是口红 这个是香水 皇上想要吗 给这试试 想要啊 就要嘴儿一个 这东西就是要先嘴儿一个 才能看出他奇笑的 你又误会奴才了 我替你试试 香不香啊 嗯 还更甜的 皇上 赈摊银两准备好了吗 宣传公公携银两进监 启禀吴皇 十万两白银已全部押送至殿外 请皇上查看看宴 下去吧 太师 现在该对剑承诺了吧 敢问皇上 这银子从何而来 这貌似跟咱们的赌局没有关系吧 老夫身为太师 尤圈知道朝廷没两银子的由来 皇上把他的魂园顶卖了 什么 那是老夫花了三十万两给你买的 已经 为了应天五十万百姓 朕愿意舍弃任何宝贝去救 倒是太师也该按照赌局承诺 告老还乡了吧 启禀皇上 若太师告老还乡 大境必乱 刘侍郎所言不错 太师若告老还乡 这朝中也无人能镇压住文臣武将 皇上 还是您以为自己 有能力镇压朝堂 这大境 是皇上的大境 还是他赵建德的大境 大境 离了太师 就是不行 你真敢杀我 有何不敢 贪心 打狗还要看主人 老夫 不允许你杀他 那要看太师是想继续效忠大境 还是要为救这条恶狗 背上聚重谋反的罪名 大师 小人对您可是忠心耿耿 那鸡太公可就 别 别 这个奴奴奴奈 临死前还想诬陷太师 栽赃陷害 这种不忠的走狗 不要也罢了 大师 本总管最后问你一次 可要效忠皇上 效忠大境呢 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在帮我 不仅替我出手解决了叛徒 还给了我不必告老还乡的台阶 老夫 忠心可照日月 至死 不背叛 吴皇 小人 至死不敢背叛 吴皇 完好你的狗 我只能替你杀一个 但不代表 要帮你擦起他的皮 谢 韩总管 皇太师今后克尽职守 为吴皇尽忠 为大尽效力 做诸臣表率 既然大总管说了 太师就老计福利 再为朝廷效力吧 谢 皇上 隆恩 此乃先皇配件 先皇用他外展来敌数万 内诛奸臣数百 今日 朕就将他赐予你 谢皇上 自此 无论帝王将相 皇族数民 但凡你觉得可杀 都可杀之 诺 恭喜 大总管 恭喜 大总管 皇上 现在 银梁已备 该尽快 临选 赈在总管 那各位爱卿以为 谁能够担任此职务 微臣以为 应天之府 王勇 为人忠心可家 清廉能干 由他担任 我们也可以放心 皇上 老夫觉得不同 那太师觉得王勇不合适 那谁合适 顾顾侍郎 游云舟 还是 还是 今日在朝中 老夫 只不过与他们逢场作戏罢了 不然 你的小命怎么报下来 我已经为你争取了 赈灾总管 接下来 你怎么打算呢 以土换粮 激起名分 引流民入金作乱 其实 那小皇帝 不得乖乖与您的话 好主意 今日斩杀贺永青 已经震受了老贼 小孩子 你有大功劳 那皇上得好好赏赐我呀 不是都赐你上方宝将吗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唉 不够 不过朕不明白 你为什么让老贼的人 当赈灾总管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若是执意让王勇主管此事 那老贼肯定会暗中破坏 况且 那老贼根基还很深厚 想要除掉他 还不是时候 别怕 还有我呢 那行 今晚你就收复德飞 拉拢木大将军 好 我现在就过去 韩总管已经有两树梅来了 怎么 这就四春了 小姐 你不知道 那种滋味 真的妙不可言 尤其是那种 淹没唇齿的甘甜 我真的没法跟你形容 鱼子体骄 刺激大了确实会那样 小姐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说的是 那日韩总管送给我的口红 小姐本就美艳动人 投完之后更是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真美啊 我家小姐身体胶弱 先生一会儿要温柔以待 心目过于勇猛 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些什么 看这样子今晚有戏 万宁 我们进屋吧 先生是想要一具粉色皮囊 闲暇时尽情把玩 还是想要一位红颜知己 一生相扶相伴 我就说冰山哪有那么浓烟浓化 这丫头 还是不相信我 我自是 要与你一生相守 生死 宛宁这幅剑区 自到了冷宫后就一文不值 先生若是想把玩 宛宁绝不敢拒绝 不过 宛宁生姓孤傲 是真结如性 今日若陪了先生 就当是还了先生 相救新月的恩情 此后 我们再不相欠 看来蒋新月 没有告诉他 但我是真男人 今晚想要征服他 必须得使出杀手钱了 来 万宁 我有一个大秘密要告诉你 韩总管 请随意尽兴兴吧 我的身价姓名全在此了 你也看到了 现在我是一个真男人了 别 别 你别过来 我害怕 我 万宁啊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先生真的喜欢万宁啊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爱情 无尽朱 我要与你生生世世 先生 韩总管 丽妃娘娘一旨 让您即刻去宜乐宫 唐公公 你怎么不去死啊 赶紧给我滚 丽妃她算老几啊 让她给我等着 诺 没事 我们继续 先生不可如此狂妄 丽妃的身后是太师 先生虽然圣极一时 但和太师比起来还是根基尚浅 如果惹怒了他们 怕是会 你放心 我都有数啊 怎么继续 宁希望先生不要沉迷女色 顾全大局 宁虽然带着新月跟先生一同复死 但并不代表我甘心跟着一个浅薄无毛的人 白白送了性命 本来今天是办不了这丫头喽 若能趁机拉拢她老爹 也行 婉宁 方才那番话 让我顿时醒悟 太师想杀我 确实是易如反账 我想 不如与你的父亲 我们的穆大将军 强将联手 护为依靠 到时候 我也可以更好地保护你 我们穆家从不参与皇权事务 现在太师当权 而皇上昏庸 我父亲更是不愿与人拉帮结派 唯恐一朝不慎 连累穆家 现在大进 风声鹤唳 各方势力都想拉拢穆大将军 你觉得 他能独善其身 现在大进 风声鹤唳 各方势力都想拉拢穆大将军 你觉得 他能独善其身吗 你我再不联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被人给暗害了 我现在就给父亲写信 让他一心追随于你 哎呀 有其如此 夫妇何求啊 我哪敢让岳父大人追随我呢 我是要一心孝顺他老人家啊 谁是你岳父 再嘴话我可不管你了 好好好 不敢了不敢了 先生 此信送去穆家 穆家一百九十三口性命 就全托于先生之手了 你放心 我会用性命保护着你 和穆家的所有人 那你快去送信吧 看看丽妃找你什么事 你就不吃醋吗 那你快去送信吧 看看丽妃找你什么事 你就不吃醋吗 我就在宫中呢 一个 WHY 1 还是可以进去 或者是想赢 Kosciū 韩大总管可真威风啊 不仅害得本宫舅父告老还乡 还左拥右抱 连得费都收服了 娘娘啊 娘娘 您应该多吃点糖吧 本宫吃糖干什么 娘娘有所不知 这吃糖能且醋 你这个狗男人 若不是本宫派人去得费店中请你 你这会儿怕是都在得费床上了 娘娘 想什么呢 我的心里只有你 怎么会跟别人有什么 本宫有正事跟你讲 把你伺候好了 就是我的正事 关于本宫舅父的事 今天在朝堂之上 你刺杀贺永青 我舅父定不会轻饶你 你今晚见到他了 我几次三番事情都没有成功 又迟迟不能为他拿到调兵虎服 他已经不回我书信了 我知道 你与皇上一直认为我事情 是为了假怀龙胎上位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自从遇到了你 我就知道你是唯一一个真心待我好的人 在这痴人的皇宫 我也只是一个女人 我想找一个可以保护我的人来依靠 这丫头平日里嚣张跋扈 还是第一次在我面前 表现出她柔弱的一面 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不过 她是在演苦肉计 还是真的被我收服了 你不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刚刚只是在想 赵太师想利用震灾干什么 为了打听此事 倒是可以差人去问老总管 他曾是我父亲的老仆 极为忠心 只是我父亲死后 他不得已去帮舅父 我为了你 可与他通信 向他打定出舅父的计划 只是如此一来 我便再也不能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护你周全 放心吧 昨晚你德飞过得可好 朕听说途中 丽妃也叫你过去了 是否两人一并收服了 听着口气 小妮子是吃醋了 皇上 朕现在 我啊 手中无权 什么也给不了你 德飞身后有穆大将军 丽妃被靠太师 而朕 只能借昨日的机会 赐你一把上方宝剑 皇上 我的心意 你还不明了吗 我一心只为你 从来都不是 为了什么赏赐 你身境心为境 德飞圣洁如雪 丽妃又狐媚妖艳 这王后 我这辈子 只喜欢皇上一个人 皇上若是不信 我做给你看 我做给你看 这个是调动大金军队的兵符 是黄泉的保证 朕今日 就将她交付于你 这丫头是要将皇帝的权力 彻底交给我 还是因为昨晚的事 想要试探一下 万万不可啊皇上 虎服和玉玺 乃国之重器 尽莫轻易交与他人 秦政殿已经被人偷翻过 说明已经有人 开始打虎服的主意 你是朕最贴心 最信任的人 朕将她交付于 朕放心 秦政殿只有我能进来 但这丫头却从没怀疑过我 还毫无保留地将一切都交我保管 我必须要保护好她 皇上放心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保皇上龙危尽险 皇权永固 朕相信你 韩总管 昨晚的事有信了 进来说 穆将军怎么说 穆将军看完那封信 十分激动 说感谢总管相救小女 还愿一心效忠吾皇 正在殿外等候呢 穆家世代忠良 从不肯与人拉帮结派 今日竟亲自前来 小孩子 在 宣穆将军进殿 诺 臣穆忠平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将军不必客气 韩兴拜见穆大将军 韩大总管 不仅年轻有为 而且狭肝义胆 相救了小女 如若不弃 今后就换我一生叔父吧 好 叔父快请坐 不必须理 我此次前来 是得到密探 太师 将要借镇灾举事 他们是准备怎么举事 以土换粮 镇灾应天 集气民愤 加剧反噬 不仅如此 他们还将军中禁军 化作挑夫 另外招募 精壮和老弱病残 混入流民军中 到时皇上不退位 就会被这些假流民军杀掉 他们竟如此恶毒 我们手里现在没有一兵一卒 而老贼手里有两万精兵 一万精壮 再加上一万流民 共四万人 老陈此次前来 就是要让你们宽心的 韩大总管挤救了小女 我自当鼎力相助 保护吴皇 穆家现在有精兵强将三万余人 可以和老贼抗衡 叔父 太感谢了 免礼 那此事便全权交给 穆大将军负责 待此事一两 朕就封德飞为皇后 封您为大国公 谢过皇上 如若老臣没有猜测的话 这老贼今日朝堂之上 定会提起此事 皇上可要万万当心了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启禀吴皇 微臣昨夜已将赈灾粮草 打包备好 只等吴皇一声令下 发往印天 刘侍郎 正问你 粮食是在何处购买的 回 回皇上的话 微臣是在京师的第一粮行买的 银子给人家了吗 呃 还没 为何 还差三万两 要不 皇上快凑齐些银两给人家 好让刘侍郎抓紧赶路 皇上 这赈灾乃国之大事 怎能被几万两银子所耽搁 皇上还是赶紧想办法 给了刘侍郎吧 刘侍郎 你先让朕家的队伍挑着粮食 到教场集合 朕要为你送行 顺便为大家鼓舞士气 顺便把粮行掌柜叫过来 朕要当众给他打下欠条 臣 遵旨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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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天下百姓知道他的爱民之心 看老夫人怎么借此机会让你出城 参见皇上 哪里来的刁民 启禀皇上 这些都是飘夫的亲人 想亲自送他们 此次赈灾 一去便是数月难回 念及天伦人情 要让百姓们送家人一程 朕允了 应天府今年大灾 朕被奸臣所蒙蔽一直不知情 朕再次宣布 从今日起 全大进取消一切家父令 皇上对咱们多好多爱护咱们啊 要不是那些该死的奸臣 来蒙蔽皇上 咱们啊 早就好起来了 皇上杀了奸臣 杀了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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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奸臣 现在还不是杀老贼的时候 虽然现在百姓人数重多 但不堪一击 请不要跟老贼死活连 广且还有大欠条的事没有解决 众死民莫及 奸命再坏 也比不过应天五十万百姓 再民先赈灾 再杀奸臣 你们说好不好 皇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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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梁皇掌柜 说你的三万两 朕今日给你打架签桥 带应天示意了 朕连本带令还给你 草民是小本金 要被拖欠如此巨款 就会面临倒闭 银子好作 不过 这可是赈灾了 你若是敢掺甲 那可是 抄家灭门的死罪 一个知晓 皇上 皇上朕金白衣买来的粮食 草民不敢掺甲 大总管 那你就帮朕检查一下吧 诺 皇上 不可检查 那你就帮朕检查一下吧 好 是 都不许到 谁敢打开官方 杀无赦 皇上 这段粮只有上面一层是粮食 下面全是沙土和稻草啊 这些奸贼 皇上 他竟敢一组换粮 对干外死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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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你的奸商 竟敢用沙土替换赈灾粮 这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追你 他想杀人灭口啊 杀人啦 杀人啦 杀人 别怕 有了咱 你该把责了 刘云忠 竟敢当着真的灭 杀人灭口 皇上 臣只是一时契机 没能忍住吧 太师 他是你一手提拔的大总管 现在犯下如此大罪 该怎么惩处 就由你执行吧 狗奴才该死 太师 杀吧 诺 刘云忠 你敢拔剑怒视皇上 怕不是要弑君谋反 韩行 咱们现在怎么办 别怕 先别跟他们撕破裂 一脑子也够急跳墙 武当将军怎么还没来 看来这能先拖延点时间了 哎呀 赵太师 不是本总管说你 怎么连这么明白的事 都看不出来 这些赈灾粮 分明是奸商 发现收粮漏洞 私自更换的 刘侍郎 顶多也就是一个 监察不原的罪 罪不至死 既然韩行给我解围 先顺着他的意思 大总管所言极是 但这个狗奴才 乱我朝政 杀 不足以平民愤 还是 这皇上都没下令 你怎么能当着他的面 杀人呢 看来 本总管得好好跟你聊 你这是 你屡次三番逼宫皇上 如今还敢狗胆包天 以土换粮 遗物灾民 一天行道 杀了你这大狗 还行 快放了太师 不然我就杀了皇上 皇上小心 刘元舟 小巢子 杀总管 孔马以后 没法再 小巢子你不要再说了 我留体力 分路回家 杀总管 这个 皇上 这是我平日给大总管 记录他喜欢的东西 还有爱好 等下一任他进 进任的时候 一定要交给他 好 韩总管 小巢子 韩总管 小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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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ra 小巢子 小巢子 招狗贼呢 我刚才专与他交手时 八大高手突然出现 护着他逃走了 用他的心 借电长公公 小汉子 你别太难过了 朕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等我抓到那老贼 一定要让他千倍万倍的偿还 现在朕灾的事情不能停下 我们还要找到新的朕灾总管 那你打算怎么做 应天福尹王永仁还不错 此人忠心可嘉清廉能干 由他担任我们也可以放心 朕马上就下车 穆将军求见 皇上 可否请韩总管 与老臣一续 穆将军 可是找到老贼踪迹了 是小女婉宁 听说了你的事 想要和你见一面 你可有伤到哪里 当时有一处伤了 你要不跟我进屋看看 都能贫嘴了 看起来好了 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 还没好好吃饭吧 先好好吃饭吧 快尝尝我的手艺 有其如此 夫妇何求 傻丫头 先生不知 你在外这半天 我家小姐望穿秋水 听到你回宫的消息 就立刻让这穆大将军 想要见你 没想到这丫头 竟对我情深之词 我一定要尽快捉拿老贼 稳定朝他 护他们周去 穆将军 可以打探到老贼的下落 回皇上 他已带着四万人马 在城外扎营 还扬言 三日后便攻打金师 我们只有两万人马 这可怎么办 而且 他们还有金钟赵 且不宣 是这种护家 他坚硬如铁 即便是当今天下 最先进的弓箭 也拿他没办法 小孩子 即使你天纵奇才 这次恐怕也 我还以为 是什么世纪大难题呢 用手枪和火药 不就能解决了 若是尘 能破呢 若你能破 你想要什么 朕都给你 今日大将军和福尹 都在此 可得给我作证啊 免得日后 我向皇上讨要 他又耍赖不给 皇上乃真龙天子 自是一言九鼎 还请韩大总管 多多赐教啊 得来 老着试试 来了 沐将军 让公布 赵死图纸赶快做出来 赶外大总管 此物 明慎哪 这个 是手枪 不仅射程远 而且威力巨大 一枪打出去 便可击破金中罩铁布山 如同探囊取物 归人这就去安排 皇上 启禀皇上 丽妃娘娘 召见韩总管 丽妃怎么了 那晚他都跟你说些什么了 那晚他向我投诚 说他此前所为 是被他救妇所 所以 你就相信了 没有 没有 我想起来了 他说他会派 家中的老管家 为我们打探消息 如此 你都要过去抢一抢 听说你一回来 就先去德费那里 我那不是事出有因吗 如今我在宫中无依无靠 唯一的舅父 还犯了朱九族的大罪 你又不在我身边 我真的很害怕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舅父是君谋犯 我也难道一死 胡说什么 我会在皇上面前 为你求情的 我此前 还威胁过你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来 我去吧 我去 老管家刚给我回信 说我舅父 与金卫金勾结 明晚 他们会放我舅父 张正平 和八大高手进来 这里 是那些叛徒的名单 韩大总管 我们试用了您发明的手枪 真是百年一遇的神物啊 有了他 别说老贼是四万人嘛 就是四十万人嘛 也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兵部赶制多少啊 五百有余 须得加快 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明晚老贼 就会潜入宫中 再次试军 韩总管 老贼带着他的人 进宫了 他们有多少人 目前只看到老贼和张正平 还有那八大高手 但微臣担心他有后手 不会只有这么少人 立刻把咱们的人都叫来 发放兵器 诺 今晚我要和老贼决一死战 不知结果会如何 你带着德飞和丽妃 去迷倒赌一下吧 不 这两大姓天子 怎么可能丢下江山设计和你自己跑路 皇上说得对 都这个时候了 你休想抛下我们 先生 我们是要与你荣辱与共 生死相随 皇上 韩总管 婉宁 您怎么也在这儿 今晚形势危急 父亲 婉儿虽是一介女流 但也想与您和先生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 韩兴 你这个烟贼 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韩兴 你这个烟贼 还不赶紧滚出来受死 赵老贼手下的一条走狗 也敢冲犯总管如此叫嚣 韩兴 你个傻天刀的 竟敢背叛老夫 来啊 郑平 我的侄儿 韩兴 老夫今天要杀了你 为我的侄儿报仇 你的血 几点成功 给我杀了 就这样杀了你 也太便宜你了 皇上 皇上 此次谋反 是赵剑德张正平两人所为 与你们两个无关 只要你们现在放下刀枪 这还可以饶恕 你们两个不要再迟疑了 你们要是再杀下去 就真的要被砍头灭族了 启禀皇上 城外老贼的禁卫军 今已被评判 这可真是好兵器啊 这可真是好兵器啊 恭喜吴皇 贺喜吴皇 大总管 你打算如何处置那个奸臣 小游国 千刀万剐 准 吴皇英明 大总管英明 如此才能震慑 其他乱臣贼子 王勇何在 臣应天服饮王勇 叩见吴皇 朕任命你为应天镇灾总监 主管平息流民反应 监督镇灾应天旱灾 臣愿以九族性命担保 定吴父皇恩 完成此任 朕希望你们两个戴罪立功 好好配合王府饮 好了 事不宜迟 赶紧出发吧 朕在这里等着你们得胜归来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小汉子 你真是朕的大宝贝 总是给朕带来这么多惊喜 为皇上做这一切 是我甘之如意 也可以告为常公公的在天之灵了 小肠子 你可以安心明昔了 不过 你打算怎么处置立妃 他此次大意灭亲 将老贼的计划告知我们 而且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去死 真是 情深义重 忠心致志 我就知道你心疼他 不是 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好了 他虽在九族之内 只要他以后安心做好他的贵妃就可以了 叩见吴皇 臣不辱使命 应天赈灾之事 顺利完成 荣喜吴皇 贺喜吴皇 镇侧封王有为一品官员 赏白银万两 赐府邸一座 谢皇上隆恩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经历了这么多 如今应天赈灾之事也圆满完成 我提议不如今晚斗师重兴 嗯 好 此举大雅 诸儿不才 就先抛穿隐喻开个题吧 哎 好啊 银盘高悬凌霄中 每人独探广寒宫 长河若赐酒一杯 我便语清 醉三春 好诗 好诗 好诗啊 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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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提议 咱们为此千古一句 服一大拜 来 好 来 来 来 韩大总管 可是对猪儿这诗不满意 不是 都当中喷酒了 还说不是 不是 这酒太难喝了 我也没怎么喝过 大总管 女孩子面包 要不然 你来做首饰 红红的 那我也 吟诗一首 望娘娘笑呢 花间一壶酒 无浊 无香清 举杯 妖明月 对影 成三人 好 好诗 好诗啊 如此良辰美景 韩大总管 又迎出如此家具 不如初儿 作舞一曲 尊天雅兴 好 好 那不如就我 试寝那晚的 念奴交吧 是 念奴交 师傅 师傅 我上 我上 小孩子 这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等了这么久 这小妮子终于要揭露女生了 你若是真的男人就好了 皇上 我若是真男人 我会怎样 你 皇你个小孩子 这样瞒了朕这么久 那德妃和丽妃 是不是早就知晓了 这个 那他们是不是早就 皇上 你又不是女人 吃什么醋啊 再说了 那个丽妃最早 不是你让我轻薄的 还有那个德妃 最后不也是 也是你让我收服的吗 真让你收服 又不是让你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没碰他们 真的没碰 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刻 就被你给打断了 皇上 还不跟我坦白 坦白什么 老子非逼你自己说出来 这往后 可不得我当家做主 皇上莫非真的有龙娘之号 真若告诉你 你能保证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纵使前路风波险阻 我也会永远为你 为大进 保驾护航 皇上 皇上 不是说好 一个月三十天 每人十天 万宁 为什么你坐他旁边 真得问皇帝姐姐 当初说好的事情顺序 想要别的 那是另外的家庭 都怪你 你就是人有姐姐们 嘴上占我便宜 绝色女帝女 雕蛮贵妃 禀山女神 做太阳 做到这个份上 我也是绝品 威脱 威脱 谢谢大家